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用红枣给大家分享一个香甜可口的小零食 首先我们把红枣放入到大碗里面 再加入山的开水,把它们浸泡15分钟 接着我们在另外一个干净的大碗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散 先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一勺糯米粉 再加入半勺盐 半勺五香粉 最后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一直搅拌成这样粘稠一些的蛋糊就可以了 红枣泡好后,我们把它放入到蛋糊里面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让每颗红枣都能裹上一层蛋糊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锅中烧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的时候,依次下入我们的红枣 全程用中火慢炸 中间请翻动一下,确保受热均匀 一直炸至表面金黄酥脆后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用红枣做出的小零食,外皮金黄酥脆 里面甜甜蜜蜜的 放凉后可以把它们放入到密封罐内冷藏保存 一个月都不会坏 经常使用红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十分的有益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